2000年 红欣在查出怀孕后 兴奋地打给前男友莫少聪 我怀孕了 我们和好吧 但莫少聪却非常冷漠 你私生活那么乱 这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 红欣在17岁时 就凭借着出色的长相 被星探发现进入了娱乐圈 随着电影半斤八两的热播 他小有名气起来 1992年 红欣在蔡少芬的引荐下 认识了富商刘鸾雄 因为红欣样貌出众 所以刘鸾雄 不顾周围阴阴厌厌的阻拦 执意将人迁到了自己公司 没过多久 红欣就出演了电影员镇侠 并凭此一炮而红 他与刘鸾雄也走到了一起 但奈何刘鸾雄太过欢欣 所以两人的感情 并没能坚持多久 1996年 红欣与富商黄国良隐婚 但随着黄国良涉案 他们选择了离婚 之后 红欣在《亡命天涯》剧组中 认识了男主莫少聪 彼时的莫少聪非常帅气 事业如日中天 红欣意料之中的被吸引 并向他表白 莫少聪眉滋滋地接受了 但他却没有挑明 自己有一个恋爱十年的爱人 恋爱一段时间后 莫少聪受不了红欣年人的幸福 于是便提出了分手 但没过多久 红欣却查出了怀孕 而莫少聪却相当冷漠 这孩子是谁的还说不准呢 因为未婚先月 红欣的名声一落千丈 而莫少聪也在这件事后 公开了自己十年的恋人 最终 并想着莫少聪能认他 但当莫少聪看见亲自坚定后 却依旧不成了 这让红欣彻底死了心 之后 红欣邂逅了眼龙张丹峰 两人很快就不如婚姻 并生下了一个女儿 之后 红欣渐隐退娱乐圈 开始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而莫少聪却因为做错事 导致了妻离子散